在相府 胡维庸 陈宁 突杰等齐聚于此 皆是脸色凝重 大人 最新消息 阎王朱帝频频出入奉天殿和楚王府 奇怪 楚王立下如此大功 理应重赏 为何朱元璋却将人软禁在了楚王府 对啊大人 立下此举属实反常 软禁楚王就算了 竟然还屡次带着太子殿下和阎王殿下频频出入 突杰 你那边准备的如何了 五成兵马司 朱将可都打电完成 启禀大人 一切都打电妥当 全平大人号令 好 传本相号令 全军待命 三日后动手 是 对了 汪广阳那边如何了 有没有查出瘟疫来源 近来他可有和李善长互通 汪广阳那边已经疏通妥当 他已暗中集结了五万大军 只待您一声令下 随时都可挥军而上 直指应天府 至于那李善长 自宴席之后 他便闭门不出 看样子 似是要划清界限 黄紫诚和方笑如被读了十足 李善长怕了 怕了 不管他了 交代你们的事情都尽快去办 三日之后 属下遵命